都增加了四五倍 而拍摄全家福的需求也有增加的趋势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一边逗乐小孩一边按下快门 这是林慧山的工作日常 他经营的这家相馆从疫情爆发后 发现顾客增加四倍以上 要求拍摄的主要是生日照 毕业照和全家福等 为减少人流互动 业者目前每天只接两组客人 同一时间只允许包括摄影师在内 十个人在摄影棚 日志园 以前有那些graduation ceremony 小孩子唱歌表演 可是现在这些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父母亲想要找一些 可以给小孩子留恋的一些活动 所以就想到来拍摄 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人没有的出国旅行 所以人口袋里面有一点钱 所以想要花一点钱 就是做一些有意识的活动 保持安全距离 这就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有时可能宝宝 很难去接近他